大家好,我是小北 现在要跟着老罗去见她的一个女性朋友 有一个老罗的女性朋友是四川成都的 她从成都坐高铁来的吗? 坐高铁过来见老罗 然后我就当个配角去吃饭 进来她到了,你还蛮油油的 你让人家女孩子等合适吗? 我就是这么的高呢 看不出呀 看不出来呀 我点了两杯奶茶 总不能空着手去见吧,对不对 是她 是那个吗? 应该是吧 我看她好高铁 一六五 哈啰,小蓝 我们小妹子见川妹子 好漂亮 比照片好看多了 那个你拿的东西是吗? 我先放前台,等我们先去吃饭 吃完回来我帮你开房间 没事,我去放那 这是我帮你点的奶茶 等我在这里 看到美美的 这个点了,现在差不多一点多两点了 而且这附近没有特别好吃的地方 我们 我看小蓝应该是饿了 所以我们就随便找了一家港式茶餐厅 随便吃一点 晚上再让老罗请我们吃好的 老罗开心吗? 开心的厉害 哈哈哈哈 老罗在点菜了 这都不是我想吃的 你说我们两个湖南人 一个四川人 来到了港式茶餐厅 全都是甜的 横上有辣的 那是你地方里面找对啊 怪我怪我怪我 怪我? 不应该你提前做准备吗 我不是让你做准备的吗 好吧 上的第一道菜 这个什么虾 好像有点多辣椒 来小蓝老罗 你们尝一下辣不辣 估计没有多辣 好吃吗? 很一般 小蓝可以吗 好吃 很一般 你真的太挑了 这炒饭 好清淡啊 我以为是一份蛋炒饭 这有蛋有饭 可以叫炒饭 蛋炒饭吧 为什么没有一点颜色 北方辣椒 可能人家香港那边就是喜欢吃清淡一点吧 记得 看起来 小蓝说这是之前很出名的很火的一个鸡爪 什么鸡爪 泡椒鸡爪 不是泡椒鸡 也不是啊 我们现在也都饿了 先吃饭了啊朋友们 吃饭了 我们烙喝 我们现在吃完了 这里面挺冷的 我们去外面坐一会儿 我们的太阳 小蓝 我都不想不好意思说 其实是 她有事 然后来杭州 正好看到我们在杭州 其实她是老罗的粉丝 她就关注了老罗的Vlog 你见到你的 爱 不是叫爱豆 就是 你喜欢的博主 你觉得怎么样她 感觉 什么 感觉比视频里面看着稍微好看一点 稍微吗 但是就是那个发肌线有缘 但是那个发肌线有点高 后来的小蓝太长了 还用四川话说 用四川话说 那个长得还可以怎么说 四川吗 当天还可以 长得还可以吗 年内长长 地道的四川话 然后发肌线有点高怎么说 发肌线有点高 发肌线有点高 长得很可以吗 发肌线有点高 应该有四川的朋友 老罗 也就来蹭饭 能够享受到你买单的感觉 真的朋友们 也就托人家美女的福 能够享受到老罗 付钱的快感 看杭州到处都是好看的美女 我坐在这看到了好多美女 你的头发人呢 好看啊 仙女样 老罗 你聊会儿 我再去上个厕所 你又上厕所在干嘛 我主要是 实在是没得上了 我去买杯咖啡吧 我感觉 在那挺 挺无聊的 挺尴尬的 我想睡觉 去喝个咖啡 让老罗跟小兰两个人聊 第一次觉得蹭饭蹭的有点 有点 有点困 好了朋友们 我来把这个视频截个尾巴 感谢大家收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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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